登山考驗 出發了各位朋友 我們一步一腳印慢慢的前進 加油 到開始往上了我很害怕 一直往上 看看這個路那麼高 持續的上坡 一開始就是往上衝 哇好高喔現在 後面好多人 沒想到我的第二次爬山這麼快就到來了 就是去年八月 這種事情就不要說的這麼明白了 這樣我很害羞 哈哈哈哈 耶現在251M了 據說這一座是600多M GO繼續前進 這個好像是 百月第35號 百月 第一次爬百月 是小百月啦 你距離百月還很遠的大點 哈哈哈哈 這裡有點陡度了喔 可以說這一座其實很好吃 唉唷左邊右邊選一個 當然要選比較多人走的這個啊 後面是不是蠻漂亮的 看起來 好像是有點高 可是至少 感覺起來 是可以 可以成功 爬上去的 我們喝水 我們的水的當當決定他要先背 加油 好要走了 好你要出發了 就靠你囉 我沒有水喝就靠你了 真不會是環島的媽媽 這時候就可以幫你拍張照了 水喔 好 我覺得其實是比象山 還有嘴鹿好怕啦 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累 而且我昨天只睡了 三個小時 今天太陽不是很大 所以還可以 有喔 感覺變厲害了喔 這個蠻陡的啊這裡 嗯 嘿嘿 嘿嘿嘿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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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你愛我嗎 嗯? 也愛我嗎 嗯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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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像很酷喔 拿去瞧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嗚 好紅喔 紅紅的山頭 嗯 嗯 介紹一波 嗯 火焰山 嗯 看這個石頭 看這個石頭很可愛喔 漂亮漂亮 喔喔鋪得真好 介紹一波 你一定介紹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穩住這邊的土石 讓它流下來 喔喔 而且相對 它如果 追得很密的話 嗯 它整個水下雨中力往下壓 它這邊的石頭很高 這樣子 很專業耶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嗯 因為它的土是紅土 對 它石頭出土的 對 對啊 很漂亮 你看 你看那邊那個 樹下面那一塊 土 很會介紹滿意 專業喔 對啊 這個才叫介紹一波 介紹一波 介紹一波 快速強調一下 這裡真的比象山還有水路好怕 這裡可以 它堆的 角度都是很整齊 而且都是一顆大石頭在中間 它還有什麼 分裝食物的哥 這裡 這裡 這個 來這個 這裡是蠻吃的 我剛才有吃過 我們來看哥吃飯有吃的多可愛 哇 吃的滿臉都是呢 看起來更好吃 看起來更好吃 嘿嘿嘿 哇 喔 跌得很高喔 來給大家看一下 哇 很狂欸 好漢坡 耶 現在這邊 好漢門 你覺得怎麼樣 好漢門 好漢門 他說他要倒退走一下 倒退走是為什麼 舒服喔 那你要不要倒退走 沒有 好可愛 你目前爬過最累的山是什麼山 啊你不知道是什麼山 這樣子 沒有感覺到累 哎唷 好 來1點3 我們來去看 觀景台 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峽谷 登登 好 然後我們要前進大峽谷囉 還有半個小時才到 據說 充滿 出發 大峽谷 還剩下500公尺 一個柴犬來了 繼續加油 我們已經走100了喔 這400 400公尺接力 沒錯 4K 0.4K 這邊小心滑喔 聽什麼 聽什麼 他說 風只要吹 就會有石頭 掉下去山谷的聲音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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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他這個地形 嗚 好刺激喔 太緊張了 你看 就這樣子 就這樣就出去了 my god 1.5K 斷崖邊 哇 剛剛有沒有聽得到這個聲音 這個山就是這樣形成這樣 這個就是 石頭一直掉下來的聲音 這山就這樣形成這樣 好可怕喔 那我還會拿著 呵呵呵呵呵呵呵 被你家摸到很評渣啦 這樣子 這樣 真的耶 都沒有什麼顆粒耶 我們等一下去走 輕鬆嗨德 路了 這真的有 şey挑戰跟成熟 挑戰應該就是不好走的意思嗎 那你還要走 太仔細 outbreaks了 他沒有,好累喔 就說累了 大家一人走一邊 因為我會 好,我們決定輕鬆跟挑戰要走哪邊 決定挑戰輕鬆的那一邊 挑戰輕鬆的那一邊 那周啊 你要離我們而去喔 這對,要走什麼? 差點就跌倒了 挑戰一波 說的好 我們就是要挑戰不一樣 我以為只有往下 結果現在又要往上了 打野 尤其有弱 太笨啦 這個挑戰就突然就有點挑戰 記得大家可以選挑戰 挑戰你自己 我們可以這樣子玩這個繩索 也是有一種不同的體驗啊 對不對 對啊 免費 免費體驗 等一下帶大家來看空拍的畫面 我們成功的挑戰火焰灘 火焰灘 火焰灘 就是百月之一 是小百月啦 好 雖然我們沒有走完全程 但我們已經到了大峽谷 扣河 然後拍下去實在是非常的壯觀 很推薦大家來了 然後呢 我 回去再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是爬了多久呢 不過我們拍照的時間也是挺多 真的大家給我走快一點吧 相信你快就爬完囉 成功 下山的模樣 明明是很穩 耶